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自然教室的云云老师 宅家会的会员们 你们好 马来西亚少人美术教育协会的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这集一开始 我除了向长期追看我们自然科学故事 节目的会员们问好以外 也向一群来自少人美术教育的新朋友 打招呼 欢迎大家一起来宅家会 这是因为今天第六集的制作是为了配合名为激进的美术教育马拉松 那什么是美育马拉松呢? 可能一些正在观看的朋友们不知道 这其实是我国非盈利教育团体 马来西亚少人美术教育协会 Malaysian Junior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这里简称少人哦 响应UNESCO所发起的国际艺术教育周 而特别举办的线上公益美术教育活动 你知道吗?今年的国际艺术教育周呢 已经来到了第九层了呢?如果你错过了网年的活动 那这一次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因为呢,真的有很多大师级的老师 或者是像我这种美女级的老师呢? 会来线上给大家分享各种有趣好玩 而且又能打开你的思维的美术活动哦 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美术教育的多元性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大自然科学元素的活动 请你来认识我国城市的行道树 然后呢,汇出你的家的绿地图 好吗?首先,我们会通过一本树来考考大家 看看各位对自己居住的地方呢 尤其是城市环境的街道树木 也就是所谓的行道树 到底了解有多深 OK?好 叮叮叮叮叮 OK,就是这本书啦 A Seed Falls to the Ground 所以这不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这本类型哦 它是一本非常少见的本地出版的儿童自然图件 那如果你常常有逛这个书店 而且在儿童读物方面呢 都有所涉猎的话 那么你可以回想看看那些适合儿童阅读的 动物或植物类的图件呢 是不是几乎都来自于国外的书籍呢? 因此当你买下这些充满大自然趣味的书本 给小孩或者学生看的时候呢 他们所能学到的生态知识 都是外国的事迹啦 外国的森林啊 外国的花草 外国的动物 所以长此以往呢 小朋友可能了解 甚至侃侃而谈 世界各地的动植物 但却对自己出生和长大的马来西亚 对这里的自然生态、自然环境呢 懂得却是太少太少了 所以这本儿童自然图件的珍贵之处啊 就是它的在地性或者是它的本土化 在我们进入这本书之前呢 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 你家附近的街道旁 生长着怎样的树木来闭上眼睛 虽然MCO已经过了两个月 但我相信以往天天经过所看到的树木 总会留下一些印象吧 好 想好了以后呢 你试试问自己 你知道这些树木的特征吗 它的树皮啊 叶子啊 它的这个花朵啊 果实啊 种子 还有 你懂得它的名字吗 嗯 它源自于哪里呢 它有什么用处或者价值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好 你想好了以后 就可以在留言处告诉我们 你是属于以下哪一个情况 请看哦 好 留言0呢 我对行道树没有什么印象 它只是接到上绿绿的东西而已 留言1呢 是我有注意到个别行道树的基本特征 如不同的花朵或种子 那留言2呢 是我可以通过树木的基本特征 认出好几种常见的行道树 那留言3呢 就是我喜欢观察行道树 知道大部分的名字并点 好解其价值哦 好 大家已经留言好了吗 我稍后是会去看了哦 等下呢 我翻开书本呢 就会展示每一种常见行道树的特征 然后我想请你来猜猜看 个别是什么树好吗 总共会有八种行道树让你来猜哦 开始之前你可以先准备好纸和笔 然后在纸上写下 一到八号 当我展示某一种树的特征时 你就可以尝试写下你的答案哦 当我介绍完了给大家解答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看这八题当中 你答对几题啦 别担心哦 很容易的 肯定有你会的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咯 OK 好 我们打开书本 这就是第一种树 它的树冠成散型 就好像打开一把大大的雨伞 从远处看 它就像是一株巨型蘑菇 作为行道树的话 它像横扩散的树冠 可以给路人 车辆 路边的房屋 等等很好的遮阴 我还曾经在这种树上看见过 美丽又巨大的 马来西鸟 Rhinoceros combuner 所以说 它也提供给城市里的自然生态 一个可以栖息 蜜食和繁衍的重要空间哦 你看 一只硕大的木匠风 Carpenter Bee 也会来这种树上采花蜜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树的叶子是 一片一片小小的 然后这是花蕾 它开出的花朵 像一树在夜空中 绽放开来的粉红色烟花 这里还有这棵树结出的绿色的豆芽 豆芽成熟后会变成深褐色的样子 然后释放出里面的深色种子 你有看过吗 这是我在家附近解释到的它的豆芽 摸起来干干硬硬的 大概有15cm左右哦 你猜到这是什么树了吗 因为这是第一棵树 我再给你一个很明显的提示 这是源自于中南美洲的一种树 在英殖民时期 英国政府在管辖的城市里 大量种植它为行道树 以至于现在五国的一些城镇 还保有它的百年之树 其中一个最好的栗子就在霹雳的太平湖 嗯 你猜到了吗 请写下来吧 这是第二种树 哇 一眼看去 一串串的黄花挂在树上哦 要说这是繁花盛开的景象 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因为它胜放时优如黄金色的垂帘 或是雨露 所以它在本地城镇里 是一种常见的行道树 或装饰树 它在花落之后 会结出长长的 很长的这个绿色豆莢 它的豆莢成熟后 就好像是这样的 到了 哇 哇 很长哦 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长度差不多哟 哦 哦 哈哈 OK 50cm吧 又干又硬的深棕色豆莢 一些人觉得它就像是家常版的香肠或腊肠 你觉得呢 摇一摇 其实可以听见 里面有小小种子 碰撞的声响 听说里面的种子 是可以作为抗菌和治疗 便秘的一种传统草药哦 聪明的你 猜到它是什么树了吗 它是可以长得蛮大的一种 本地原生植物 非常可惜的是 它作为木料 而遭受到过度砍伐 因此我们现在已经很难 在野外日带雨林 看到它的踪迹了 它在开花的时候 树冠上满是细细小小的 黄橙色花儿 由于这些小黄花 只盛开一天 所以第二天落下时 就会在树下铺满一地 非常美丽 你看过的 对不对 它所结出的果 是圆形扁平的 种子周围是纸一样的翅膀 可以帮助它通过锋利飞行 到更远的地方去散播繁衍 它看起来很眼熟 对不对 记得写下你的答案哦 不用多说啦 马来西亚人都会懂的 就当做是放水蹄咯 让你们爽一下好了 它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热带植物 一般生长在海边沙滩 比较少作为城市的行道树 因为它的果子跌下来打到你的话 它可不是开玩笑的哈 不过呢 它在乡村地区的路边还是比较常见的 它的英文名字 源自于古葡萄牙和西班牙纹里的头 或者是头颅一词 原因是它的这个果实啊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头 而果壳呢 就像是一张人脸 你想想看哦 它的马来文名好像也是有这样的意思呢 所以答案写下来哦 第五种树就是塔拉 它是最近特别憨的一种行道树 因为天热花开时 满满一棵树的粉红色 看起来就像是日本樱花盛开的样子哦 所以它被大家誉为大马樱花 很多人都喜欢在它盛放时跟它拍照 你是不是也做过一样的事呢 你很可能注意过它的花 那它的果实种子呢 其实它跟之前介绍的几种行道树一样 结出的是豆莢 只不过里面的是长有翅膀的种子 帮助它飞行散播 我个人而言虽然喜欢它开花时的美丽 但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推崇的是 一直缺乏关注的本地原生植物哦 第六种树 单单看外表是很难猜到它是什么树的 但只要给你看一看它的豆莢 树和种子 你应该就会哦的一声了对不对 那还不快点写下答案 所以呢 其实在那个资讯不发达也没有什么玩具的年代 小孩子最喜欢收集它那燕红色的小种子 然后跟玩伴们做游戏 或者是将它装进漂亮的瓶子里送给好友或喜欢的人 你看看 这些红色小豆子除了存在着浪漫的往日 其实也在过去呢 有着很实在的用途哦 其中之一呢 就是用它来秤金和银的重量 因为每一粒小红豆子呢 它的重量几乎相仿 而四粒 一二三四 刚好是约一克的重量 作为称重的标准 这对旧食的人们应该很好用 所以要猜这棵树很简单对吧 嗯 乍看之下 它跟第三种树有点像 不过当你近看它的叶子和花朵 就会发现它的叶子成羽状 而且叶片偏小 它的黄色小花 在外形上也跟第三种树略有不同 但其实最大的分别还是在于它所结出的豆莢 它的豆莢扁扁的 大约七到十公分左右吧 在成熟时 是偏黑褐色的 当豆莢从树上跌落到土地上 每个豆莢将会释放出最多四颗种子 这里可以给你们看看我采集到的实体哦 就像这样 因为它耐干燥在本地气候下容易生长 加上树冠茂密湿和遮阴 所以它可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城市行道树 只要你有多一点观察力 一定曾经发现过它哦 好了 我们终于要来到最后一题啦 要把握好最后一次的菜米机会OK 嗯 严格来说它不算是行道树 因为它在一般的城市街道上并不常见 但我们偶尔可以在公园或植物园里看见它 它是我们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常见 而且非常重要的桥木大树 它树深很高哦 长到40米绝对不是问题 但因为它的超高度 我们要认出它来可不容易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辨认它的赤果 它不同的树种会长出不一样的赤果来哦 我想让你看看我为了要做科学研究和自然教学 所采集到的不同种类的赤果标本 好 你有见过像这样长着漂亮圆异的果子吗 如果你常常到森林或自然公园去玩 那么呢 你对它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哦 这些赤果会在成熟时 从高高的树上低下 此时它依靠翅膀 在风中旋转 缓慢降落 这除了减少它落地时因为碰撞受损 也帮助它飞到更远的地方落地生根 由于这种树木的经济价值非常非常高 可以当作建材或制成高级家具 所以呢 在森林里的数量一直在减少中 在此呢 我们也呼吁大家不要过度采集这些赤果哦 要多多爱护和保护我们的热带雨林哦 好啦 现在大家写好了八个答案吗 不管写好了没有 我们现在来一起揭晓答案吧 那第一种呢 就是 Rain Tree Poco Poco Lima 雨树 那第二种呢 就是Golden Shower Kassia Senna 是腊肠树 或者是 阿伯勒也可以在中文里面 然后第三种呢 就是 Ansana 青龙木 嗯 你有没有猜对呢 然后第四种呢 就是 嗯 你猜错 这个就很糟糕了 就是 Coconut Poco Clupper 或者是 椰树 那第五种呢 就是 Trumpet Tree Tabibuya 风铃木 OK 然后接下来第六种呢 就是 Saga Tree Saga 香丝斗树哦 然后第七种呢 就是 嗯 Yellow Flame 嗯 Poco Jamalang Laud 或者是 嗯 中文 中文是 黄花 炖珠木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 嗯 Meranti OK Meranti呢 这个是 呃 其中一种 会有 赤果的 所以呢 我在硬末就用 Dipteroka 它是代表着 整个有赤果的家族 叫做 龙老乡 或者是 Meranti的话就是 梭罗素 所以算算看你答对了几题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测验的结果 了解你是哪一种人哦 所以 A是没有答对任何一题的哦 但是我相信你已经很尽力了 所以不要记你 美 请再接再厉 那么 B的话就是 嗯 答对一到三题 那你是属于 你的通诚度 建议平时可以多做一些自然观察 那C的话呢 就是 你答对了四到六题 拥有超过一般人的认数能力 OK 很棒 所以请继续加油 那 答对 呃 七到八题的话 你是行道数爱好者 哦 佩服佩服 也有可能是一位真正的数专家哦 拜拜 OK 所以欢迎你们留言给我知道你们是ABCD的哪一组人 OK 不管是哪一组人 我都希望你们有学习到新知识 呃 然后在森林越来越少 城市越来越多的今天呢 我们需要确切的领悟到 城市里的大自然 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咯 这当中就包括 提供给我们好处 以及提供各种城市动物 TCT的行道数啦 好 所以呢 接着我们要进入节目的第二个部分 画画了 耶 好不容易等到啦 所以请大小朋友准备好自己的画纸和画笔哦 OK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纸和一纸笔 相信呢 你也准备好了要跟我一起来画画了哦 那今天就配合我们一直在谈的这个主题 行道数来做画好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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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给大家热热声 你们先不必动笔 让我先画一棵树给大家看看 平时你画的树木是不是大概长这样子的呢 如果是的话 现在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哦 我们要尝试让笔下的树木变得更有特色 比如说在树冠的形状 花开的形态 果实种子的特点上有更细腻的呈现 让人看了似乎就可以认出这是一棵什么树 所以我给大家出的画画题目是 我的城市绿地图 我想请大家很轻松的 用类似Sketching的那种随性随意 来画一幅你自己家周围的行道树 画树而已 不难的 别走开啊 我会一边画一边带领大家 你可以选择跟我 跟着我画一样的当做练习 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去画和设计你自己的城市绿地图 好 我另外准备了一张白纸 首先我们需要在纸上决定哪里是你的家 我自己是决定在左上角的这个位置 画上我的家 作为这个绿地图的地标 我画了一间小小的房子给我自己 屋顶的设计是Polka Dot的 感觉很时尚很前卫 连Disneyland都会妒忌我的感觉 哈哈 另一个地标呢 另一个地标应该是你常会去的 在你家附近哪个地方 例如餐厅啊 购物商场或者学校等等 我自己是选择了学校 因为以前还是研究生的我 常常会从家里走路 或其摩托到距离家不远的大学去上课和做研究 所以我会在右下角画一个教育学服 我画的学校是可爱型的哦 所以简化了很多建筑细节 在中间的主建筑加上旗帜 十钟 大门 还有多多的窗口 这样就很有学校的这个感觉学校的风范了对吗 哈哈哈 嗯 你画好了吗 接着我们画一条路 要去 连接这两个地方哦 我不画真实的马路 因为主角是行道数嘛 而且我是路痴不厉害画复杂的马路 所以我用比较简单的 比较单纯的方式来画一线到底 哎 不好意思断线了 断线 这就是被这张纸的别人害到的啦 哈哈哈 好 从我家走出去 其实就可以马上看到好几棵大树 它们就是我很喜欢的雨树 rain tree 所以我第一个就要画雨树啦 还记得吗 雨树的树冠是闪形的 所以我会把它的树冠画得比较宽一点 现在画第二棵雨树了 你画了你的第一棵行道树吗 希望你跟得上这个速度哦 我现在画好了两棵美美的雨树了 那第二种树我就画 我家往外就往外走就会看到的一种常见的行道树 黄花顿柱木yellow flame tree 之后上色的时候会加上多多的小黄花哟 接下来我要画的是椰树 其实我们这里街道上比较多的是其他种类的棕榈树 也是有椰树比较少一点 不过因为我们刚才是学的是椰树嘛 所以我就用椰树来代替 而且椰树也属于一种棕榈树哦 我画了两棵有长椰子的椰树 看得出来吗 画完椰树我再画一棵 yellow flame tree好了 比例不要太介意 因为我们没有打稿 所以对构图比例可以放轻松一点 而且我相信屏幕前有很多小朋友 他们就是随性一派的代表 所以我要符合大众口味不要太讲究 每种树的相对高度大小这些 不需要太讲究哦 做人不要太累啊 现在我画的是什么树呢 很明显不是太大的树 而且这种树会开满满花 就好像樱花一样 所以你猜到了吗 对啦对啦 就是大马樱花 枫棱木或英文trumpet tree 在我的学校外围有好几棵的枫棱木 我直接画三颗枫棱木下去好了 这是第二颗 加了很多花朵 树枝的细节 你画了几棵行道树呢 希望你至少有画一棵行道树哦 呵呵呵呵 我们已经画了四种行道树了 完成后我们继续画另一种树 这是一棵在校园内的大树 大树上面呢 我记得还记住了几棵鸟窝绝 这棵鸟窝绝 而树下还可以找到它掉下来的豆芽 里面是小小的燕红色的豆芽 嗯没错 就是像是豆树Saga tree 所以接着我要画的 嗯 还是Saga树哦 稍等一下 好 我有加上鸟窝绝了 看到吗 然后我们在路的另外一侧也画出 另一棵 哦 树生有点画不对的掉紧 我们 嗯 不必太在意 哦 还是ayıstellen的 对 ch〜 树子 用树椀 好 因为它们是大树 所以 就记住了一些 摊藤芹 和寄生植物 好 好 差不多完成了 接着呢 我要画的树不是大树哦 对 小红豆 先加上小红豆 对 这样就是saga tree无物了 接着我要画的树不是大树 而是比较像trumpet tree的中小型树 它会开出漂亮的黄色花串 它就是 看一下 我怎么画它的花 一大串一串的 一大串一大串的 对 它就是会开出漂亮的黄色花串 的蜡肠树 golden shower 我会画两颗哦 画完两颗蜡肠树 golden shower呢 我再画一颗大树 所以就是小树大树这样子转换着画 嗯 你们也可以 对 画一些大树 画一些小树 画一些你们自己喜欢的树 好 画完两颗蜡肠树 我再画一颗大树 它的种子很好认哦 画完了树之后 我会画上它的种子 你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树了 第一个 第一个种子 第二个种子 好 你看像不像是青龙木 安莎那呢 我现在要画一种 之前没有提到的 但在我的学校 的校园边缘可以看到的一种树 我会画出它的痘夹 然后你可以猜猜看 你看像是青龙木 那树 应该蛮明显的吧 呵呵呵 因为刚刚大家都有学过 你看它的树的叶子 感觉是很 很蓬松的感觉 对吗 所以我画了它的痘夹 可能看不清楚 那我再画一个 放大的 Pulls up的 看一看 OK 好啦 可能我也没有很厉害 画 所以就 呵呵呵 所以可能看不太出来 它的痘子像不像是 臭豆呢 呵呵 没错 它就是臭豆素 化完臭豆素之后呢 我们加上一条 虚线 代表学校的 这个范围 嗯 因为还有空味哦 所以我就再加上一颗 Yellow flame tree 可以 呃 对 你们有空味的地方 也可以 继续加一些 你们喜欢的 或者是刚才我们学到的 一些 食道素 OK 然后我会 呃 点缀上 它的小花 小小的黄花 然后也给其他的 其他两颗的 Yellow flame tree 也加上它的小花 然后呢 这是它的种子 对 它的 它的豆莢 对 然后因为有空味 所以我们也给这个 腊肠树 加上它的腊肠 对 你还记得吗 很长的腊肠 对 是它的很长的豆莢啦 你们也可以给你们的树 加上一些 呃 花跟果实 在旁边做一个记录 然后我在左边还有 空白的地方 那就画上我家对面 山地会有的一种树 虽然我没有介绍到它 但你们一看就懂的啦 而且呢 现在还是它果实成熟的细节呢 我们画几颗掉下来的果子吗 去一下自己吧 看出来了吗 对 就这榴莲 你们最近也没有吃到榴莲啊 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画上一颗 在山地森林里 自然长成的大树 就是刚才我们有学到的龙脑香 会给它在树冠加上赤果 还有一些是从树上掉下 在风中飞舞着的 因为它是在山坡的地方 山坡的这个山林的地方 所以可以画上一些山坡的感觉 这样就差不多画完了 检查一遍看看有什么要修饰的 确定没有要改过修饰的之后 你们可以为每一棵树写上名字 我喜欢更巨树的形态 加上这个俗名和学名 这样子会更清楚 更有这个自然科学这方面学习的感觉 好,我为第一棵树写上名字了 根据这个树的形状和树写上名字 你们也可以用你们自己喜欢的方法 好,我们剩下最后三棵树的名字 填上去基本上我们就画完了 至于上色的部分呢 我交给你们自己去慢慢完成它 我自己也一定会给这幅画上色 完成之后呢 我会连同大家的画作一起做成另一个视频展现出来 所以我跟你约定要一起完成我的城市绿地图 记得完成后传来你的作品,OK? 谢谢 节目呢,到这里就是尾声了 我想说再多一个星期就是 6月5日 世界环境日 World Environment Day 我要以此节目献给 喜爱自然的您 还有为宝育大自然贡献的每一位朋友 最后呢,我在这里总结这一集的四个重点哦 第一呢,在生活中多一点关注和认识身边的树木花草 第二呢,通过观察和手绘感受学习自然科学的乐趣 然后第三呢,把你所完成的这个城市绿地图 这是我完成的 刚才完成的 OK,记给我们哦 把你的城市绿地图记给我们 我们将会把大家的作品 整合成一个世界环境日的特级视频哦 然后呢,到时候会再分享给大家 很惊喜哦 会到时候会很惊喜 OK 所以,第四最后 呃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给少儿点赞 然后分享 我也欢迎你们来 呃 订阅分享 在家会的这个频道 所以呃 在这里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 协调老师 还有一直在 呃,陪伴我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呃,所以最后呢 结束了 在家会 在家什么都会哦 我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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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